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其说是想引人入胜 不显得枯燥 更不如说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哲学的兴趣 让我们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 那今天呢 我们推荐十点共读的小伙伴们 阅读的目标是本书正文的第一到第三章 那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开始第一天的共读吧 一天放学 苏菲放学回家 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 信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 也没贴邮票 查开后 发现上面只写着 你是谁 那天 苏菲问自己到底是谁 一刹那间 他觉得迷惑 感到不对劲 回忆过去时 他发现 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 苏菲意识到 过去他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长相 不能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人 甚至不曾选择要做人 那么 自己又是谁呢 因为那封信 苏菲开始思考 活着这件事 想到祖母的死 又无法让自己忘掉 自己不会永远活着 与此同时 他开始意识自己 总有一天也会死去的事实 但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人 终将死去的事实 就不会珍惜这一过程 深刻体会到活着的滋味 同样的 如果你不认为活着 是多么奇妙的事实 你也无法意识到 你终将会有死去的一天 在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是等到生病后 才深知能活着是何等的福气 苏菲再次来到绿色信箱前 发现了另一封信 纸上写着 世界从何而来 两封信 两个问题 将苏菲弄得脑袋发昏 陌生人的两封信 就像是当头棒鹤 让苏菲开始思考 使他突然脱离了日常生活 但与此同时 也让他的思绪 一团混乱 苏菲没有告诉任何人 一直在思考那两个问题 沉浸在自我世界里 渐渐地 他疏远了朋友 John 开始疯狂地 期待那个不知名的人 再度来信 那天 他又收到一封信 神秘人 开始跟他讲述 哲学是门 明白世界与自我的学科 而成为一个 优秀哲学家的 唯一条件 是要有好奇心 陌生人 开始从北欧的生活开始 讲述了当时 古代哲学家 对世界的想法 从而引出了人们 对自然现象的思索 人们总是想 为大自然的变迁 寻求解释 渐渐从神话的思考模式 发展到思维散发光芒 逐渐向理性方向觉醒 从而奠定了之后的 西方哲学和思维模式的历史 在苏菲的世界中 作者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 那到底兔子是 魔术师变出来的 还是一开始就藏在帽子里 或是其他地方呢 如果你一开始 并不知道是变魔术 而是当兔子从帽子里 出来后 你会产生好奇 并想知道为什么 来逐渐探索 发现事实的真相 而这个过程 就是哲学的探究 在苏菲的世界里 苏菲因一次偶然 收到一封你是谁的信 从而勾起对未知的好奇 那与此同时 作者借助借用陌生人的身份 为苏菲讲述西方哲 同时深入浅出地 展示了西方哲学世界 哲学就像个诱人的千层盒 作者利用我们的好奇心 让我们不断地撕开 一个又一个包装 不断努力地去寻找答案 同样 人这一生 不正也是一个 不断寻找的过程吗 我们一开始时 一无所知 好奇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于是开始主动去了解 并且寻找所想要的答案 你对世界充满好奇 世界将会回馈你更多的美丽 愿你我都能在阅读中 享受哲学的美好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跟随作者 一起初步探究苏菲的世界 明天呢 我们将接触哲学的流派 进一步了解哲学的世界 本期的话题是 周国平曾经说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具有独特性 那通过今天的共读 你是否有所感触呢 能一起聊一聊 关于我是谁 世界从何而来 等等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今天的领读人 是江罗 那江罗是一位专栏作者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你可以关注他的公众号 江罗以及他的微博 江罗1992 江罗的新书 命运从未亏欠过你的努力 正在火热上市当中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我是阿轩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是否由一种基本的物质组成 水能变成酒吗 泥土与水何以能制造出一只活生生的青蛙 苏菲觉得问题很蠢 但她依然经不住想去思考 在信中 陌生人跟她介绍了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哲学的观念 有些问题虽然一时不能理解 但通过了解哲学 苏菲学习了如何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 妈妈拿着情书这件事取笑她 让她感到很难看 通过陌生人的提示 她开始玩积木 想看出积木与哲学究竟有什么关联 每一块积木各不相同 但都可以互相衔接 苏菲可以用积木组合任何东西 然后又可以把它们拆开 再组合别的东西 第二天 苏菲收到陌生人的信件 跟她讲述了积木有关的原则理论 自然界的转变 不是因为任何事物真的有所改变 每一种事物都是由微小的积木所组成 而每一块积木都是永恒不变的 德摩克里特斯把这些最小的单位称为原子 德摩克里特斯相信 大自然是由无数形状各异的原子组成的 然而 对于灵魂是什么 德摩克里特斯认为 灵魂是由一种既圆又平滑的特别的灵魂原子组成 人死时 灵魂原子四处飞散 然后可能变成另一个新灵魂的一部分 在每一件流动事物的背后 都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 德摩克里特斯称之为原子 陌生人的来信渐渐给他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让苏菲开始探究周围那些事之间的联系 以及所发生的原因 你相信命运吗 苏菲不相信命运 但周围很多人相信占星术 因为占星学家宣称 星座的位置会影响地球人类的生活 在西方哲学史上 德摩克里特斯并不相信命运 他是个唯物论者 他只相信原子与虚空 当时很多人认为祈祷会帮助疾病痊愈 他们相信上帝有某种力量 可以左右哪些人生病 哪些人痊愈 事实上 当时北欧人同样非常相信命运 集中体现在各种神话与传说中 所谓宿命论 就是指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无论是在古希腊或其他地方 人们都相信他们可以借由神谕来得知自己的命运 换句话说 他们相信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可以用一些方式预算出来 苏菲看完信之后沉思了一阵 又接着等信件 妈妈很担心苏菲 认为他恋爱了 晚上 苏菲继续坐在窗边 突然一个影子从树林里闪出来 在信中 陌生人阻止苏菲探查他的身份 同时跟他继续介绍宿命论 许多国家元首要信战争的结局可能因诸神的介入而改变 所以 在赚钱都要求交于戴尔菲的神谕后 才敢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 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许许多人相信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力量 会影响历史的走向 那天醒来 他发现旁边有条丝巾 线缝旁有墨水写的习德字样 他很惊讶 习德又是谁呢 来到密洞后 苏菲又发现了一封信 在信中 陌生人表示遗憾 不能与他共进咖啡 同时 长此下去风险太大 以后 信件将由他的小使者送来 苏菲肯定这位哲学家与习德之间有某种关系 在信中 陌生人留了三个内容 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真正的智慧来自内心 明辨是非者 必能净退合宜 每个人都不可能知道太阳底下每一件事 但相对于那些自认为懂得很多的人来说 那些认为自己无知的人要更伟大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不懂谦虚 炫耀自己有多么博学 但其实这种人往往是打肿脸冲胖子 往往一无所知 最愚蠢的人往往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自信满满 因此 知道自己无知 其实也是一种知识 自从苏格拉底之后 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 在哲学理论从自然派演变到苏格拉底学说的过程中 哲学课题的性质也有了改变 苏格拉底学派成了雅典当时的主流学派 雅典成了希腊王国的文化中心 从此以后 哲学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苏格拉底曾说 雅典就像一匹奴马 而我就是一直不断盯他 让他具有活力的牛营 他批评各种形式的不公不义与腐败现象 向地方势力挑战 最后并因此丧命 苏格拉底与那些诡辩家不同 他想为是非对错找出一个清楚明白 找寻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定义 他相信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 而不存在于社会中 在当时苏格拉底一再说明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一无所知 因此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然而当时的哲学家很难承认自己无知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犯错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当我们明白了何者是错的 才能更便捷地明白什么才是对的 同时这也是为何人要不断学习的原因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呢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探究了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 明天呢我们将继续探究柏拉图时代的那些哲学发展状况 本期的话题是神秘人告诉我们 哲学是天底下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一件事 成为一个优秀哲学家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有好奇心 尽管所有人都想过哲学性的问题 却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哲学家 因为成年的我们逐渐把世界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而哲学家从来不会过分习惯这个世界 那么你呢 现在还具备那些哲学家所具备的特征吗 能跟我们一起谈谈你所知与所不知的事物吗 我是阿仙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我是阿轩 昨天我们共读了苏菲的世界前部分 从古希腊雅典神话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 应该有了初步的了解了吧 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接触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 了解那个时代西方的哲学问题 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给你带来最明确的启发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共读苏菲的世界 建议您阅读本书的第九到第十四章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开始第三天的共读吧 苏菲拿着信 爬过浓密的枝叶出了花园 他决心要找到那个哲学家 但最后发现自己找不到了 他在临终空地旁拆开那封信 继续了解柏拉图的哲学 苏格拉底死后对柏拉图触动很大 将苏格拉底对陪审团的陈情内容 出版成自辩一书 柏拉图既关心自然界中有恒不变的事物 也关心与人类道德及社会有关的 有恒不变的事物 他试图掌握有关个人有恒不变的真理 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 在物质世界的背后 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 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 永恒不变的模式 柏拉图认为 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的 只有那些我们可以运用智慧来了解的事物 我们所有的感官都是以身体为基础 因此是不可靠的 但我们同时也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而这个灵魂则是理性的天下 柏拉图所描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生命历程 因为并非所有人都会释放自己的灵魂 让他踏上回到理性世界的旅程 按现代人的观点而言 感官其实并不可靠 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但是当时大多数人都紧抱着 感官世界中的倒影不放 而不愿意用理性思维去思考问题 苏菲站起身 沿着路走上山丘 看到一个小湖 在小空壁上有一栋红色的小屋 苏菲想一探究竟 仿佛有某种东西催促她 苏菲走进屋子 在里面发现一个叫席德的女孩 她再次听到了犬吠声 拿起一封写给她的信 一把抓起就跑了 信里有写着几个问题 鸡与鸡的观念何者先有 人是否生来就有一些概念 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在哪里 天为何会下雨 人需要什么才能过好的生活 那晚她很晚才回家 妈妈怀疑她跟男友在一起 连珠炮似的问了她一堆问题 为了避免误会 她告诉妈妈 有关那小木屋与船 还有那面神秘镜子的事情 妈妈相信苏菲 告诉她那是少校的小木屋 苏菲收到陌生人的来信 她并未生气 并鼓励她要有好奇心 在信中 陌生人给她介绍了亚历士多德 她是一位伟大的组织家 她发明了各种科学 并且加以分类 作品涉及各种科学 创立她自己的自然哲学 亚历士多德认为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想法与意念 都是通过我们看到 听到的事物而进入我们的意识 她并不否认 人天生就有理性 亚历士多德认为 无生物只能透过外力改变 另外一类则是生物 而生物则有潜能改变 对于我们如何 才能过良好的生活这个问题 陌生人告诉苏菲 人唯有运用他所有的能力与才干 才能获得幸福 这同时也符合亚历士多德的观点 人既不能懦弱 也不能太过鲁莽 而要勇敢 既不能吝啬 也不能挥霍 而要慷慨 唯有平衡 节制人才能过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由于近期因为学习哲学 而耽误了准备宗教学的考试 考试时 苏菲利用从陌生人 爱伯特那里学来的知识答题 最后跟老师交流后 他得了一个A 回到家 他又看到了爱伯特的信 苏菲开始接着又开始 接触公元前第四世纪末 到公元四百年左右 中世纪初期的哲学史 亚历士多德去世后 雅典人已经失去了统治者的地位 各地后引发的政治动乱 亚历山大征服各地的结果 使得埃及东方的文明 与希腊的文明结合在一起 由此诞生了一个新文明 它被称为希腊文化 希腊的科学 同样地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 犬儒学派相信 人们毋庸担心自己的健康 不应该因生老病死而苦恼 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 而让自己活受罪 至今犬儒主义 变成是对人类真诚的轻蔑不信 暗含对别人的痛苦 无动于衷 斯多噶学派认为 全体人类都受到神明律法的管辖 主张宇宙间只有一个大自然 这种想法被称为一元论 与柏拉图明显的二元论或双重实在论正好相反 斯多噶学派人士极富时代精神 他们比犬儒学派更能接受当代文化 他们强调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只是遵守大自然的法则 因此人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命运 没有任何事物是偶然发生的 每一件事物发生都有其必要性 当命运来敲你家大门时 抱怨也没有用 放学回家途中 John要求去露营 苏菲也想去松基顶 那离少校的小木屋不远 他想带着John一起过去 两人一起走向小木屋 发现里面没有人 John在墙角发现有一盒明信片 上面盖满了篱笆嫩的油车 这些卡片都是写给一个名叫席德的人 但他还不知道那些明信片是如何发来的 John瞪大了眼 紧紧地抓着苏菲的手腕 John感觉不可思议 两人各怀心事地走了出去 满脑子都是方才所见的事 在信中 艾伯特向苏菲介绍了 闪族文化以及基督教 耶稣指出 没有人能够获得上帝的怜悯 我们也不能拯救自己 当时他威胁到许多人的利益 因此他们非铲除他不可 之后保罗到雅典传教 基督教会就逐渐渗透希腊罗马地区 为了与其他宗教有别 也为了防止教会内部分裂 基督教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一套简明额要的教义 因此他们写成了第一部《使徒信经》 德国诗人戈德曾经说过 不能汲取三千年历史经验的人 没有未来可言 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方式 也是我们避免在虚空中漂浮的唯一方式 苏菲坐了一会儿 从树梨的小洞中凝视着花园 他开始了解为何人必须要了解自己在历史上的根 尤其是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 这显得尤其重要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探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那明天呢 我们将继续探究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 那本期的话题是 斯多噶学派强调人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命运 你认同他们的观点吗 人与命运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能谈谈你对此的看法吗 我是阿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明天见 晚上好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 我是阿轩 那么昨天呢 我们共读完了真正的成熟是懂得接受自己的命运 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探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明白了历史是文明的根 人也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命运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探究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 那当时呢 西方哲学也从认识你自己开始 由感性渐渐走向理性 人们也开始由用感官感受到以思维力量去衡量周边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 大毛也在不断地进化 对事物的思考深度不断地加深 但依然存在一些落后的思想 在新旧交替之间必然会有斗争 想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让我们带着疑问继续共读苏佛的世界吧 今天推荐阅读的任务是 完成本书的第15到第18章 苏菲收到一封信 但是给席得的 苏菲并不清楚那个女孩是谁 那个疑问持久地徘徊在苏菲的脑海中 那时艾伯特电话给苏菲 迫不及待见面 告诉她关于中世纪的哲学思潮 深夜 苏菲到达圣玛丽教堂 艾伯特开始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故事 经过一宿的听课 苏菲感觉有些疲惫 John非常焦急 为了避免盘问 她连撒了好几个谎 回到家后 妈妈没怀疑什么 第二次见到艾伯特 她穿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 跟苏菲讲述文艺复兴时期 哲学思潮与教会神学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曾说 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的生物 有许多相同的特征 但是 人与动物之间 却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 人会思考 认识你自己 那是思考的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 哲学与科学逐渐脱离教会的神学 使得宗教生活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关系 变得比较自由 在这种环境下 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 中产阶级开始脱离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势力 文艺复兴 为西方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 人们开始认识自己 当时 新兴的资产阶级宣称人类不再只是创造物的一部分 他们开始干预自然 并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改造自然 在科学领域上 牛顿力学理论的建立 直接推翻了中世纪 人们认为天上与人间分别适用两套不同法则的看法 新的世界观在许多方面都对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也同时遭到教会的强大阻力 随着矛盾的深化 一直到马丁路德拒绝购买赎罪券 掀起了宗教改革的高潮 他们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读得懂圣经 成为自己的教士 17世纪是一个阶级差距很大的时代 当时政治情势严峻 充满着各种阴谋与暗杀 有许多人保持文艺复兴时期的乐观精神 又有许多人过着境遇苦修的宗教生活 但是无论在艺术还是现实生活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夸张华丽的自我表达形式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股隐退避世的潮流逐渐兴起 在文化领域 莎士比亚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横跨了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 莎士比亚将世界看成一座舞台 所有的男女都是演员 每一个人都有上场的时候 也有下场的时候 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高谈阔步的可怜演员 无声无息地悄然退下 除了将生命比喻为舞台之外 巴洛克时期的诗人也将生命比喻为梦境 艾伯特沃苏菲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一位俄罗斯太空人 与一位脑外科医生讨论宗教方面的问题 太空人说 我到过太空许多次 但却从没有见过上帝或天使 脑外科医生打道 我开过很多聪明的脑袋 也没有看过一个思想呀 可是这并不代表思想并不存在 思想并不是可以被开刀 分解成较小的单位 如果一个人满脑子幻想 你很难开刀将它去除 因此物质与精神不同的地方在于 物质可以不断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但灵魂却连分割成一半也不可能 笛卡尔一生中曾住过几个欧洲国家 他年轻时就以有强烈的欲望 要洞悉人与宇宙的本质 但在研习哲学之后 他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无知 笛卡尔决定到欧洲各地游历 就像当年苏格拉底终其一生 都在雅典与人谈话一样 笛卡尔像苏格拉底一样 相信唯有透过理性才能获得确实的知识 笛卡尔说 今后他将专心致力寻求前所未有的智慧 因此他从军打仗 也因此有机会客居中欧各地 后来他开始撰写哲学书籍 当年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诡辩学派的怀疑论调一样 在笛卡尔那个时代 新的自然科学已经开始发展出一种方法 以便精确地描述自然界的现象 同样的笛卡尔也觉得 有必要问自己是否有类似的精确方法 可以从事哲学的思考 笛卡尔认为 除非我们能够清楚分明地知道 某件事情是真实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它是真的 他的目标是 希望能在生命的本质这个问题上 获得某种确定的答案 主张应该对每一件事都加以怀疑 在笛卡尔的想法中 人的身体十足是一部机器 但人也有一个灵魂可以独立运作 不受身体的影响 当我们的理智很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 那么这件事物必定是 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探究了 文艺复兴至笛卡尔时代的哲学思潮 那明天呢 我们将继续探究之后的思想发展状况 之后的思想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敬请期待 那本期话题是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能想到现实生活中 哪些不带脑子的行为 能说给我们听吗 并谈一谈你的看法 阅读好书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阿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好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 我是阿轩 昨天 我们共读完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也有一个 明白了思维方式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 对一件事都需要有判断力 而不是人缘意缘 所以是否有脑子 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 新型阶级逐步壮大 思想家们开始揭露教会的黑暗 今天我们将跟随作者一起谈究 史宾诺沙时期的哲学思潮 思想家们与教权之间的抗争 究竟会是谁赢到最后的胜利呢 让我们继续共读苏菲的世界 今天呢 我们推荐完成的阅读任务是 本书的第19到22章 一个哲学家 必须帮助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 来看待生命 史宾诺沙的主要哲学理念之一 就是要用永恒的观点来看事情 时刻提醒自己 你只是整个大自然生命中 很小的一部分 是整个浩瀚宇宙的一部分 史宾诺沙强调 世间只有一种存在是完全自主 且可以充分自由行动 同样 对于我们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而言 也可能会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阻碍 可能会限制我们 史宾诺沙指出 使我们无法获得真正幸福的 与和谐的是我们内心的各种冲动 但如果我们认识到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必然性 就可以凭直觉理解整个大自然 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使人们逐步意识到 世间万物的演化是遵循定律 而非以人格化的神的意志为转移和运行的 生日快来临之际 艾伯特又穿了不同的衣裳跟苏菲见面 与上次的差别不是很大 但今天他身上几乎没有带任何碎袋 蝴蝶结或花边 艾伯特舒适地坐在沙发上 接着跟苏菲讲述使彭诺沙的哲学 文艺复兴后 欧洲掀起了理性主义的思潮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知识的源泉 但在十八世纪时 理性主义思潮受到的批判日益严格 当时有些哲学家认为 如果不是透过感官的体验 我们的心终将一无所有 亚里士多德曾说 我们的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的 这种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 他们从感官的经验 获取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 在当时经验主义者认为 世界是不可认知的 无独妖傲 在东方哲学中也存在不可之论 最为典型代表的就是佛陀 佛陀认为 人生就是一连串心灵与肉身的变化 使人处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状态 佛陀说 婴儿与成人不同 今日的我已非昨日的我 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 佛陀在元祭前对弟子说 世间复合之物必然衰朽 应勤勉修持以求挤身之解脱 哲学家隆只接受他用感官所认知的事物 他认为除此之外 一切事情都有待证实 他并不排斥基督教或奇迹 但他认为两者都属于信仰的范畴 与知识或理性无关 隆之所以不相信奇迹 只是因为他从未体验过任何奇迹 奇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但是我们不能宣称自己已经体验过自然法则 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 雄强调 一件事情发生后 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 但是一件事情跟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并不一定表示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 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 因此我们也不要对未来的自己妄下定论 在哲学家伯克莱看来 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我们的生命全都存在于天主之中 它是万物唯一的成因 同时我们只存在于天主的心中 灵魂的形成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对各种概念的认识 但世间存在另外一个意志 造就这个形体世界的诸般概念 伯克莱说 万物都是因为这个灵而存在 这个灵乃是万物中的万物的成因 他认为天主的存在 比人的存在要更能够让人清楚地感知到 天主密切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 造成那些我们不断体会到的丰富概念与感官体验 因此我们所看见 所感觉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天主力量的作用 哲学家尼采曾说上帝已死 其实上帝或者天主这个概念 是建立在虚无世界中道德的公共设施 在如今这个公共假设已经随着社会科技发展 而逐渐土崩瓦解 消失殆尽 那亲爱的小伙伴 那今天呢我们跟随作者一起主要探究了 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潮 哲学家们依然为脱离教权思想的束缚 围绕着上帝这个概念进行哲学研究 明天呢我们将会揭开一个关于苏菲和习德之间的秘密 敬请期待 那本期话题是 作家沐昕文学回忆录中有句话 凡宇宙观糊涂 或者忽而偏向有神论 忽而偏向无神论 想说又不敢说或者说不清 总是差劲的 不能算哲学家 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相关哲学的思考 对于那些约定俗成的事物 你是否曾有过怀疑呢 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过呢 阅读好书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小萱 我们明天见 晚安 对于这种方式去思考过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绕着上帝这个概念进行哲学研究 从本书的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席德 我想你们一定非常的困惑 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幻觉 但其实呢真相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与苏菲同样大小的女孩 将是一个你们所意想不到的人物 那今天我们将揭开这个惊天秘密 结果一定会令你大吃一惊 那现在呢让我们开始第六天的共读吧 今天呢建议你阅读本书的第23到25章 席德站在镜前看着已经颇有女人味的自己 房间的镜子让他想起了父亲 有一次父亲曾经试着写一本小说 却一直没有完成 席德每次看到爸爸的名字艾伯特登出来 都觉得很骄傲 那本小说的名字叫苏菲的世界 苏菲是书中的人物 爱不得就是父亲 爸爸给习德一份可与别人共享的生日礼物 正是那本名为苏菲的世界的小书 今天是习德的15岁生日 他开始阅读这本哲学启蒙书 从书中他开始寻找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 看书的时候他发现有另一个人在看他 习德觉察自己捧着书的双手正在发抖 他觉得苏菲确实存在于另外一边的某处 有一瞬间感觉到苏菲不只是书中的人物而已 习德希望与苏菲见一面 想告诉他整件事情的始末 习德很同情苏菲 他只不过是父亲笔下的意志或灵 而父亲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安排着他们的一切 同时在习德眼里 这其实是个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 他在那面同镜前驻足 直到妈妈前来敲门 吃晚饭时满脑子响的都是苏菲和艾伯特 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一手安排的 以后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吃完晚饭 习德跑回房间 又开始阅读苏菲和艾伯特的故事 苏菲生日那天 艾伯特给他打电话告诉他 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 只不过是习德的父亲 创造出来的人物 好作为他女儿生日时的消遣的真相 作为虚构人物 他们没有一点自由意志 没有权利相信任何事情 但是也不能放弃抵抗的力量 不管这种能力是多么微弱 艾伯特努力找到那个阿基米德支点 才能将他们移出少校的内在宇宙 但在此之前 他们必须上完哲学课 于是一放暑假 苏菲就迫不及待来到小木屋里 听艾伯特讲课 启蒙运动时期 出现了一位大哲学家康德 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口号就是 反抗权威 当时 星星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 自然是受理性所管辖的 于是 哲学家们认为 他们也有责任 依据人不变的理性 为道德 宗教 伦理 奠定基础 启蒙思想家们普遍认为 人民之所以过着贫穷 被受压迫的生活 是由于他们无知 迷信所致 一旦人的理性发达 知识普及之后 人性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到最后 所有非理性的行为 与无知的做法 都会被文明的人性取代 从而 确立起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一些权力 康德诞生于普鲁市东部的哥尼斯堡 一辈子都住在这个小镇上 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 对于古往今来的哲学传统 康德都有很深厚的了解 康德同意秀姆和经验主义者的说法 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 会受到人类心灵中某些状况的影响 在康德的理论里 因果律是根植于我们的内心的 认为既然我们无法确知世界本来的真貌 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 来了解世界 为了道德的缘故 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存在 在人类理性问题上 康德无法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 所以应假定人有不朽的灵魂 以及自由意志的存在 所以在他的理论中 存在着一个至高存在的概念 辨别是非的能力 是天生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何谓是何谓非 每一个人都具有辨别是非的智慧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 而不要将他当成达成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 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利用别人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很好 是因为我们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在康德的墓碑上有一句话 有两件事物 我欲试思考 欲觉神起 心中也欲充满敬畏 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 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他们向我印证 上帝在我头顶 已在我心中 康德指引了一条道路 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僵局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呢 我们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 苏菲是小说苏菲的世界中的人物 而习德是那个看书的小女孩 安排这一切扮演上帝的角色的 就是习德的父亲 这个故事有点像去年热播的美剧 《西部世界》 里面讲述着一群人工智能 觉醒和反抗的故事 在某方面 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明天呢 我们将继续共读苏菲的世界 艾伯特将开始为苏菲 介绍浪漫主义的发展 以及理性主义的破产 那其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敬请期待明天的共读吧 本期的话题是 是否感到很惊讶呢 习德原来是看书的那个小女孩 你能指出苏菲 习德 艾伯特 以及习德父亲 这几个角色分别代表着什么吗 欢迎后台留言 说出你的答案 阅读好书 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阿轩 我们明天见 晚安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哲学家艾伯特决定逃离这个世界 艾伯特决定带着苏菲逃离这个世界 又怎样逃离这个世界 做一些怎样的准备工作 去屏蔽少校的注意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解密 开始第七天的共读 借您阅读第26到29章 苏菲打算举办一个哲学花园宴会 艾伯特也在应邀直列 在那段时间 艾伯特一直忙着拟定逃离计划 并要求苏菲去他家上课 学习浪漫主义课程 浪漫主义是欧洲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纪元 他从18世纪末开始 最初是为了反对启蒙时期的哲学家 过于强调理性的做法 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有人说浪漫主义是欧洲人士 最后一次对生命的共同进路 文艺复兴与浪漫主义 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者都强调艺术对人类认知的重要性 但浪漫主义者更相信 艺术家创造自己的世界 就像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般 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都是年轻人 通常是一些并不认真读书的大学生 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反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 有时会称警察或他们的房东为庸俗试快 闲散是天才的理想 懒惰是浪漫主义者的美德 浪漫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体验生活 所以也有人说浪漫主义 骨子里是古老宇宙意识的一种复兴 他们向往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神秘 在讲课途中 一个精灵打断了他们的上课 精灵祝福苏菲生日快乐 艾伯特向苏菲解释说 周遭的一切都是少校的自我意识 可是他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的 艾伯特突然想到这个关键点 在这个世界里少校是上帝 但在另一个世界里少校也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是否也存在另一个上帝呢 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关键 所以艾伯特才渐渐找到了逃离这个世界 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方式 黑格尔是浪漫主义的传人 他生于斯图加特 18岁时开始研究神学 当时正是浪漫主义狂飙的年代 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教后 便前往海德堡担任学校教授 黑格尔几乎统一了 所有曾在浪漫主义时期出现的理念 并且加以发展 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 可说是无所不报 黑格尔相信 人类认知的基础代代不同 并没有永恒的真理 对黑格尔来说 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 河里任何一处河水的流动 都受到上游河水的涨落 与漩涡的影响 但上游河水的涨落与漩涡 又受到你观察之处的岩石 与河湾的影响 你的思考方式就像河水一般 向前推进会受到 当时物质条件的影响 因此就你所置身之处而言 你永远无法宣称 哪一种思想永远正确 通常所谓的黑格尔哲学 也主要是指一种 理解历史进展的方法 教导我们的 只有生命的内在本质 也可以教我们 如何从思考中获取结论 在教课中途 又出现一个精灵 他为苏菲送来两瓶药水 苏菲喝下后 周遭的事物开始改变了 那小湖突然变成了一座 无边无际的汪洋 虽然它没有变深 也没有变广 但湖里却出现了许多 晶莹闪烁 细密交织的波纹 两个瓶子的药水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埃布特也为他讲述了 当时另一个哲学家 齐克果 他与黑格尔看世界的方式 就像那两瓶药水的效果 齐克果生于1813年 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 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忧郁症 17岁那年 齐克果开始研究神学 但他对哲学问题 却日益感到兴趣 他27岁时 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 获得了摄氏学位 对于齐克果而言 基督教无法用理性解释的 因此一个人要么就信 要么就不信 齐克果曾写道 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 我就不会相信他了 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 所以我必须信他 如果我希望保守我的信心 我必须实时紧握住 客观的不确定性 以便让我即使在 七万叶深的海上 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证明上帝的存在 或至少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 但是如果你满足 这样的证明或理论 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 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 如果基督教所祈求的是我们的理性 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中世纪的一句格言 我信因为荒谬 所以重要的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 而是对你而言 它是否真实 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 所以我才相信 在那个时代的人眼里 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方式 依然决定着他们无法踏出阶级局限 看透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本质性的问题 习德起床后 就开始读有关苏菲十五岁生日的那一段 那天下午和晚上 习德都和妈妈一起度过 暗中他开始实行自己的神秘行动 晚上在床上 他拿着奖一夹 又开始看了起来 艾伯特已经想好逃离的方法 挣脱他们所活在的长篇故事的文字虚构里 在前往艾伯特家的路上 苏菲遇见了一个商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 他想让女孩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商人讲究利益 拒绝了苏菲的要求 艾伯特跟他解释说 商人代表着吝啬的资本主义者 小女孩代表着无产阶级 他开始向苏菲谈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 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在实际的政治方面 没有一个哲学家比他的影响力更大 马克思认为 我们的思考方式 有一大部分受到社会中的物质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 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洋气 证明了物质的变化 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 马克思将这些物质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称为社会的基础 并将社会思想、政治制度、法律规章、宗教、道德、艺术、哲学和科学等 称为社会的上层构造 一个社会的政治情况与意识形态 是由他的生产模式决定的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说 一个社会的是非标准 主要是由那个社会里的统治阶级来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工人实际上是为另外一个社会阶级的做牛做马 在这种制度下 工人把他的劳动成果 以及他的整个生命都转移给中产阶级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本身有若干内在的矛盾 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经济制度 在某种意义上 它又是前进的 因为它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带来了先进的思想 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 但无疑最接近世界的本质 也决定了它能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了苏菲打算举办一个哲学派对 吸引少校的主义 艾伯特为苏菲讲述了浪漫主义课程 当时的哲学家活在信仰上帝的生活里 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人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 在哲学宴会上 他们又会怎样逃离呢 那明天呢 我们将共读苏菲的世界最精彩的一部分 他们将前往一个怎样的世界 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 敬请期待明天苏菲的世界的精彩共读吧 那今天的话题是 在今天的内容中 我们从浪漫主义 阅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了解到共产主义的诞生 你是否认同 马克思的对于资本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关键环节 这个观点呢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可以在文章底部留言哦 阅读好书 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阿轩 我们明天见 晚安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好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 昨天 我们读到了 你看事物的方式 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 苏菲打算举办一个哲学派对 用来吸引少校的助益 艾伯特为苏菲继续讲述哲学课程 介绍了浪漫主义 描述了当时的哲学家 如何活在上帝的信仰里 那之后 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阶段 人们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 去思考这个世界 今天 艾伯特将会跟苏菲 讲述完最后的哲学课程 两个好奇的人 前往了另一个世界 之后他们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解密 开始第八天的共读 建议你阅读本书的第30到32章 苏菲和艾伯特走进屋里再度坐下 他们继续跟苏菲 讲起了进化论相关的科学 1809年 达尔文生于修斯伯瑞 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医生 达尔文对赏鸟和搜集昆虫等事感兴趣 在大学时就已经有了自然科学家的名声 因为一封信 达尔文从普利茅斯航向南美洲探索 开始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调查航行之一 原本只有两年的航程变成五年 而航行的范围也从原定的南美洲 扩展到世界各地 当达尔文抵达加拉帕哥斯群岛 惊讶地发现每个岛屿上所看到的大海龟 都和其他岛屿有些不同 他带着疑问一直到1838年10月 偶尔读到了一本《人口论》 作者马尔萨斯撰写此书的灵感 来自于那位发明避雷针的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指出 如果没有受到大自然的限制 一种植物或动物将会遍布全球 但是由于世上有许多物种 因此这些物种会被彼此制衡 马尔萨斯将这个观念加以发展 并应用于全球人口上 他相信人类的生殖力很强 认为粮食的生产 永远无法赶得上人口的增加 因此有一大部分人口 注定要在求生存的竞争中落败 那些能够存活 长大并延续种族生命的人 一定是那些在生存竞争中 表现最好的人 这正是达尔文一直在寻找的 普遍性记转 由此明白了 进化是生存竞争中 自然淘汰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 那些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人 就存活下来 继续繁衍种族 在物种起源论艺术中 达尔文提出了两个理论 首先他认为 寄存的所有动植物样式 都是依照生物进化的法则 从比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 其次他认为生物进化乃是自然淘汰的结果 达尔文不接受教会对人与动物如何创造出来的说法 他的理论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教会提出强烈抗议 科学界则反应不一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达尔文理论确实有许多现实性意义 在这个社会生活 你熬得住就出众 熬不过就出局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竞争永远都是那么残酷 所以你要么出局 要么出众 人生从来没有第三选项 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 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 后来他专攻神经学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他发展了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描述一般人的内心 并治疗神经和心理失调现象的一门学问 弗洛伊德曾说 我们都会把所有经验的记忆 储藏在内心深处 因此精神分析学家 在病人的配合下 可以在病人的心灵深处挖掘 并找到那些 造成病人心理失调的经验 精神分析医师 可以追溯病人以往的一个不幸经验 将病人的心病痊愈 在弗洛伊德眼中 意识就像是 陆在海面上的冰山顶端 在海面下 也就是人的意识之外 还有潜意识的存在 因此意识只是心灵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着潜意识活动 比如时常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 在说话时下意识摸衣角 或移动房间里随意放置的物品 还比如说 时常结结巴巴 或看似无辜地说错话 写错字 弗洛伊德指出 我们不要太过努力 把不愉快的记忆 埋藏在潜意识中 此外 弗洛伊德宣称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因为梦也算作一件艺术品 而我们每个晚上都会做新的梦 为了要解释病人的梦 弗洛伊德经常必须解释许多象征符号的意义 就像我们诠释一幅画或一篇文学作品一样 习德看着书 突然感到疑惑 又继续看着讲义 萨特是存在主义者的领袖 他的哲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风行 萨特宣称 人的存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 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决定自己该如何活下去 后来存在主义哲学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上个世纪中后期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环境问题 当时哲学家们开始深刻反思 对进化观念中以人为万物之首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人类这种自以为是大自然主宰的想法 可能会对整个地球造成致命的伤害 于是哲学家们提出了生态哲学 那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潮流的智慧 这种生活之道 当入乎耳存乎心 运之为德行 行之为事业 我们要保护自然 爱护我们人类的共同家园 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学习了达尔文理论 认识到这个残酷的世界 你要么出局 要么出众 弗里尔德开始从精神分析上 解释每个人的行为 影响了之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他们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 开始自己决定该怎样活下去 那今天呢 我们学习完了哲学的全部课程 明天呢 我们将一起共读爱护特 如何带着苏菲逃离苏菲的世界 揭秘之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明天苏菲的世界的精彩共读吧 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在今天的共读当中 达尔文有一个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的观点 你认为世界是否这么残酷 谈谈你对这个观点的看法吧 欢迎你在评论区 留下你对此问题的思考 阅读好书 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阿萱 我们明天见 晚安 啊 一直 amazed chini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响了之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他们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 开始自己决定该怎样活下去 那今天呢 艾伯特将要带苏菲逃离疏中的世界 他们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一些什么趣事 碰撞起怎样的智慧火花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开始第九天的共读 建议你阅读本书的 第33到35章 习德坐在床上 拿着那本沉重的讲义夹 读了快两个小时 发现只剩下几页了 在书中 苏菲碰到了妈妈 发现了手中的苏菲的世界 于是两人一起讨论 关于艾布特的事情 下车后 回家准备生日宴会 之后 John也跑过来帮忙了 在客人预定到达前半小时 一切都准备好了 客人们开始陆续抵达了 一起祝福苏菲生日快乐 苏菲收到了一本哲学字典 和一本有所的日记 上面写着 我个人的哲学思维 妈妈看到艾布特终于出现 向各位宾克 介绍了这位哲学老师 艾布特在宴会上进行演讲 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 艾布特说 他们活在一本叫 苏菲的世界的小说里 他们的存在 只不过是为少校方便 对其女儿席德 进行哲学教育 宾克们却认为他胡说 不相信这个事实 但年轻人们却很好奇 比年长的人要更容易 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 于是决定让艾布特说下去 最终艾布特被轰下台了 艾布特最后对他们说 凡事要有批判性的思考态度 许多人也不相信他 但妈妈相信了他 同意让苏菲离开 最后艾布特拖着苏菲 进入了密洞 对于现代中国社会而言 最缺少的就是批判性教育 家长们喜欢灌输结果性问题 而不愿解释其中的逻辑问题 久而久之 孩子无法养成判断的习惯 学会自己该往哪儿走 又该在什么时候停下 习德在床上坐起来 感叹道苏菲和艾布特的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小女孩感到很困惑 她不知道艾布特和苏菲 究竟去了哪里 艾布特将苏菲拉入密洞后 他们便跑进树林 朝少校的小木屋方向跑去 他们划过湖面 冲进小木屋 艾布特打开地板上的火门 把苏菲推进地窖里 然后一切都变黑了 习德决定重读苏菲的世界 认为之后可能会有新的想法 艾布特和苏菲成功逃离了苏菲的世界 不受少校控制 抵达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的人 听不到他们的话 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溜出了一本书的世界 却不能成为少校那样真实的人 在那个世界里 他们将永远不会老去 但也永远不会和现实的人类 有真正的接触 幸运的是 两人在新的世界里 碰到了同类 他们是从别的树里走出来的 告别了那些同类后 他们立即前往习德甲 简单和他们之间联系的期待 苏菲看到了习德 很有礼貌地坐在他身旁 但习德却看不到他 可苏菲还是在一旁说话 少校和女儿又谈了关于 蒋义家和苏菲 艾布特的故事 从头讲到尾 从尾又讲到头 艾布特和苏菲 在一旁看着那家人 偶尔听着他们的对话 感受着他们家庭的温馨 苏菲有些怀念过去 以及思索花园宴会 那悲哀的结局 西德靠在爸爸身旁 两人眺望海湾 遥望着蔚蓝的星空 爸爸开始跟西德 讲述宇宙的那些事情 我们生活在宇宙的 一个小星球上 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的 星球之一 但它却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 但宇宙很大 也可能到处充满了生命 我们眼中所见的一切事物 都以光波的形式出现 这些光波需要时间 才能传过太空 比如说我们总是在 看见闪电后 才听见打雷的声音 这是因为声波传送的速度 比光波慢 当我们听到一阵雷鸣时 我听到的声音 事实上已经发出了一会儿 各星球间的情况 也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 一颗几千光年之外的星星时 就好像见到几千年前 发出的雷声一样 我们只要眺望太空 所看到的一定是从前的太空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现在的宇宙是什么模样 当我们收到来自那些银河系的信号时 事实上是收到一百亿年前的人 所发出的信号 这个时间 大约是太阳系历史的两倍 因为宇宙中所有的银河系 都以极快的速度彼此分开 愈离愈远 它们离我们愈远 移动的速度就愈快 当我们仰望一颗 距我们有几千光年的星球时 我们事实上是回到了几千年的太空 这其实很好解释 比如说你有一个气球 你在它的表面画上许多黑点 然后你欲吹它 那些黑点就分得欲开 这就是宇宙间各银河系 所发生的现象 也被称为宇宙扩张 当扩张到一定程度 宇宙又会爆炸 之后又会形成新的星球 和新的银河系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 其实是在试图找寻回到自我的路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共读完了苏菲的世界 苏菲来到席德的世界 却发现无法与现实中的人类沟通 不由地感到沮丧 来到少校家后 他们在一旁倾听少校跟习德讲述 关于宇宙的知识 明白了宇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崭新世界 苏菲的世界书中的内容就此共读完毕 明天呢 我们将为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重新思考关于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宏大的哲学问题 今天的话题是 在今天的共读中 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的渺小 也意识到宇宙的神奇与伟大 你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否如西部世界中那些人工智能 其实有一只手在操纵我们的人生 为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写了一个剧本呢 展开你的脑洞 让我们畅想一下 我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欢迎你在后台留下你的思考 阅读好书 自我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是阿萱 我们明天见 晚安咯 我们明天见 晚上好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 我是阿萱 昨天我们共读完了 保持好奇心 是应对世界的唯一方法 苏菲来到习德的世界 却发现无法与现实中的人类沟通 不由地感到沮丧 来到少校家后 他们在一旁倾听少校 跟习德讲述关于宇宙的知识 明白了宇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崭新世界 那今天呢 我们将为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来看看苏菲的世界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浓威作家乔斯坦的苏菲的世界 被公认为上世纪末 西方社会最优秀的哲学通俗读物之一 书中讲述的内容广泛 从远古罗马神话 写到现代哲学思想 阐述了每个时期的哲学议题 仿佛整部世界哲学史 在你面前演变了一遍 作者以谜团的方式 用陌生人来信这种手法 利用小女孩苏菲的好奇心 在一个陌生哲学家艾伯特的引导下 学习欧洲哲学 一步一步设下陷阱 让我们不断陷入那个哲学的海洋 在一环又一环的诱导下 我们知道了少校和习德的真实身份 同时引出了苏菲 其实生活在书中世界的事实 有人说智慧是哲学的本质 而人生是哲学的外在意义 罗素在《论教育之目的》中说 没有智慧 我们这个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 就无法延续 所以说哲学也就是生活的智慧 在书中 尽管苏菲意识到自己是虚构的 但并未灰心丧气 放弃对世界的探索 而是不断地追求真理 努力地前往习德所在的世界 苏菲的好奇心没有被世界改变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好奇心却是随着时间不断淹没 我们太习惯了这个世界 而对它很难激起一丝好奇心 我们常嘲笑父母那一辈人 认为他们与时代脱节 但是实际上 我们何尝不是正做着与他们类似的事情呢 好奇心不断地被消磨 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大多数人步入社会后 开始拒绝学习 被动地接受一些零碎化的知识 对于好奇心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真正的好奇 是你主动了解这个世界 真正的思考 是你在好奇心的怂恿下 不断地探究这个世界 爱因斯坦曾说 我没有特别的天才 只有强烈的好奇心 永远保持好奇心的人 是永远进步的人 保持好奇心 你将能发现另一个崭新的世界 以下呢 我们将为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一 在古希腊罗马以前 人们用神话解释世界和自然现象 二 古希腊罗马时期 自然学派的哲学 认为 研究世界是由金 木 水火之类的元素构成 也有人提出了原子论 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 三 古典学派时期 人们开始关心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柏拉图提出了二元论 理想国等理念 认为社会应该分层 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提出了 感官世界理论 第四 保罗提出新约 传教到罗马 再往后 罗马国力衰弱 君士坦丁以基督为国教 那时候 上帝成为了人们世界观的主要构成 五 罗马亡国后 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宗教为了让信徒得到救赎 开始压榨信徒的经济 获得上帝的救赎 六 西方出现了一缕曙光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开始奉行人文主义 哲学家们认为 人是独一无二的尊贵个体 开始以实验和数学测量 而不是古人著作或纯理性思考 来作为知识的基础 此外 在科学领域中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 统一了天上人间的规律 证实了宇宙世界观 宇宙没有绝对的中心 因此 每个人都是中心 那第七 宗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认为 人和上帝沟通 不需要通过教会 人只能通过信仰 而非教会仪式得救 溯源新约 只信经文 八 在巴洛克时期 出现了理想主义 与机械论唯物主义 并存的哲学现象 九 西方开始进入近代哲学时期 理性主义开始在西方盛行 哲学家们认为 应该通过用理性来解决哲学问题 在那段时期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理论 比如 我思故我在 上帝存在论 二元论 以及经验主义 由此 掀起了启蒙运动 开始反抗权威 各国开始建立了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 十 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倡导 自由 平等 博爱 推动了个人独立和自由的解放 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十一 黑格尔是浪漫主义的传人 提出了辩证法 总结了之前的哲学 是一个哲学极大成者 十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哲学不仅诠释世界 还可以用来改造世界 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十三 现代哲学 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 以人类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 人必须创造自我的意义 寻求每个问题自己的答案 十四 生态哲学 西方文明 以人类为万物主宰的思想形态 是错的 会对地球造成致命伤害 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自身 对自然的破坏 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十七 宇宙大爆炸理论 认为宇宙是在不断扩张状态 以上就是苏菲的世界 所阐述的哲学思想脉络 希望对大家的梳理有所帮助 那今天呢 我们回顾了一下西方哲学发展史 以及探讨了好奇心对人的重要性 苏菲的世界共读到此结束 明天呢 我们将进行新的共读 今天的话题是 你是否还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心 能谈谈你现在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吗 最后呢 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 苏菲的世界的领读人江罗 也再一次的感谢你的守号 感谢你的聆听 希望这十天的共读 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亚轩 我们晚安喽 请不吝点赞